那最想要跟妈妈说什么 做身体健康 小安的心愿不是电玩 不是脚踏车 她只许愿妈妈能身体健康 她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就和三岁哥哥 妈妈姚小姐 一起从台湾本岛来到金门 一晃十一年 哥哥十四岁就长成一百八十公分 姚小姐当年逃离孩子父亲的暴力 选择生活费相对低的金门离岛 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基建教育费 孩子的抚养费什么等等的 对我是一种压力 所以后来想了很久 考量很久才说 不然到金门来看看 转转到这边 虽然这里的环境条件 没有的那么好 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 董事的两兄弟 是姚小姐最大的安慰 五十三岁肾脏子宫血管流一身病 他自身养孩子没有任何后援 担任过生命线临时工 现在社会处以工代证 时常出入医院 导致他无法长期稳定工作 上天怜悯给了他两个好孩子 老大陷阵青春期不爱说话 但他默默为妈妈和弟弟做的 还包括努力上进 还有再辛苦也要记得帮助别人 小小姐留着一头长发 她已经捐发三次给爱慕病友 这个弱势的单亲家庭 从不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为别人付出 即使在困乏 身体发肤也可以用之社会 悠悠基金会目前已经收到 超过600件申请案 在审核通过后 将帮助500个单亲弱势家庭 坚强而弱势的单亲家庭 有能力的我们 又能为孩子做些什么 短新闻悠悠基金会 叶剑雄金门报道